行政院发放的振兴三倍券 周四就开放店家对领现金 对领期间一路到明年的三月底 总共八个月 对领的时候 银行或者是邮局不会现场发现金 而是转进店家的户头内 许论业者都已经准备好 上网列印对领单 那么三倍券的背面呢 也要确实的填写营业人的名称 统一编号还有负责人的姓名 还有要存入的账户号码 或者呢是直接的盖上公司张 收到客人拿三倍券付款 店家早就习以为常 每天几乎都能收到几张 23号开始更能到银行或邮局对领 店家早就穿便便 有 我们已经收到四千块了 我第一次收到的是两千块 我们有去银行就是事先了解过 对 那它跟一般的存款单是不一样 这个是商家的 到最后公司它会统一收回去 然后由公司那部会计他们会去存 对领三步骤 业者要先在三倍券的背面 填上营业人名称 统一编号和负责人姓名 还有要存入的账户 接着上王烈印填写对领单 就能到银行或邮局办理 华南的话它是每天早上会到这个地方 它派人来收 它直接就派人来收 我们之前就已经跟他们讲过很多次 就我们在群组上就已经通过很多次 商圈发挥互助精神针对三倍券对领 对店家进行教学 而要是进行车问奖收到三倍券 也能透过车行或工会进行对领 目前工会会帮我们弄 还好啦 我弄去加油站 站现在说也可以拿去加油 也会有商家抱怨 对领手续要填的资料太多 但其实只要盖上公司章或店章 就搞定 公司的有比较多一点 公司章的话 差不多一天都有四五个那就很多 为了对领三倍券 跑去柯印章的客人变多 意外带动商机 接着领先去鸿卫财 特别的报道